女人名叫智佑,她和帅气多金的江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却遭到了闺蜜淑琳的设计陷害,因为淑琳想靠帅气多金的江雨翻身,她想把一直以来各方面都比她优秀的智佑踩在脚下,淑琳主动和江雨表明了心意,但江雨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她。 于是淑琳开始耍起了阴招,她趁江雨不注意,在江雨的杯子里动了手脚,然后把不省人事的江雨带到了酒店,智佑拨打江雨的电话,传来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淑琳着急地赶到了酒店,眼前的这一幕让她难以相信,但她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淑琳制造的假象。 女人也是淑琳请来的演员,淑琳用江雨的手机,给智佑发了一条分手的信息,智佑悲伤过度晕了过去,醒来后又得知了自己怀孕的消息,智佑崩溃地哭了起来,父亲看着智佑很是心疼,他让助理调查了江雨,结果发现江雨的事竟和女儿的规议淑琳有关。 智佑的父亲找到淑琳,想让淑琳去和智佑解释清楚,可淑琳不可能让之前的努力白费,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他又诞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父亲带智佑去散心时,淑琳安排的人对他们步步紧逼,最终智佑和父亲不幸坠海,父亲天命把智佑从车子里推了出去,看着缓缓下沉的父亲智佑也晕了过去,好在被好心人发现及时送进了医院,但很不幸 不幸地变成了植物人,而且还被淑琳找到了,淑琳把智佑转移到一家隐秘的私人医院,知道智佑怀孕的消息后,他打算让智佑活到生下孩子的那天,然后淑琳就拿着智佑孩子的照片,骗江雨说他怀孕了,还故意找媒体把他和江雨的照片登上报纸,江雨的父亲被了降低集团的不良影响,竟让江雨和淑琳直接举行婚礼,淑琳利利用智佑的孩子, 成功和江雨结婚,江雨看着淑琳却喊出了智佑的名字,然后崩溃的大闹了婚礼现场,他还是无法接受智佑死亡的消息,江雨刚和淑琳完成婚姻登记,就主动申请去国外的婚公司,但他并不知道智佑其实并没有死,而是被淑琳的妈妈福子照顾着,智佑的孩子刚出生就被淑琳抢走,然后恶毒的淑琳还想让手下直接把智佑做掉, 但福子却不忍心看着智佑被害死,他骗淑琳智佑在生孩子时不幸死亡了,然后偷偷把智佑转移走了,还通知了智佑的家人,淑琳怕自己的妈妈暴露,狠心的把妈妈送去了国外,他以为这样就能万无一失的在江雨家站稳脚跟,但他并不知道就在四年后,智佑醒了过来,智佑的局长父亲去世后,他家从原来的别墅换到了月租房, 智佑还失去了大部分记忆,直到智佑看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之前的记忆,智佑想追上男人问清楚,可因为红绿灯还是跟丢了,好在同行的善号拍下了车牌号,根据车牌号查到男人开的车是茂盛集团的,而茂盛集团就是江雨家的, 通过前台透露的信息,智佑知道自己失去的记忆,肯定和茂盛集团的儿媳和司机有关,他决定先想办法进入茂盛集团,而另一边的舒林虽然和江雨结婚了,但依旧过着丧偶事的生活,结婚的第四年江雨才从国外回来,看到舒林和儿子他还是面无表情,就连行李里装着的都是智佑的照片, 舒林把关于智佑的东西藏了起来,江雨毫不留情的把舒林骂了一顿,然后留下舒林一个人独自去外面睡觉,舒林还没缓过神来,他的妈妈福子又闹着从国外回来了,而且趁着看护人员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舒林顿时慌乐立刻派人寻找,因为福子是知道舒林所有秘密的人,但巧的是福子误打误撞的来到了智佑家, 福子一看到智佑的脸就躲到桌子底下,嘴里不停地说放过他,原来福子得了老年痴呆,只有当时那些事情的部分记忆,当福子无意间看到舒林的照片时,他一把拉着智佑躲在了桌子底下,这一举动让本来就怀疑舒林的智佑,让他更加确信舒林和他消失的记忆有关联, 智佑决定去应聘茂盛集团刘会长的护理,但是因为他前五年空白的工作经历,直接就被当场淘汰了,智佑离开时不小心撞到了保姆把粥打翻了,随即智佑便帮保姆重新做了一碗粥,也就是因为这碗粥,让刘会长直接录用了它,不仅仅是因为这碗粥的味道,更重要的是智佑曾经救过刘会长一命,可智佑来工作的第一天,就和舒林撞了个正着, 舒林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因为他五年前明明吩咐手下做掉了智佑,智佑却毫无波动,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对舒林的记忆,智佑靠着出色的能力,很快就取得了刘会长的信任,舒林又开始坐不住了,他害怕智佑是因为江宇才进入这个家的,为了阻止智佑和江宇见面,舒林直接给了智佑一笔钱,然后要把智佑单方面解雇, 智佑问舒林是不是认识自己,所以才会对他反应那么过激,可舒林却一口否认,说他之前不认识智佑,舒林越是这样智佑就越觉得舒林可疑,晚上会长突然发病联系了智佑,结果喝醉的江宇和智佑撞了个正着,两人四目相对,智佑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可他却完全想不起和江宇有关的记忆, 就在他想进一步询问江宇和他有关的事实,舒林冲出来制止了他们,智佑直接被舒林带走,而江宇也被舒林的手下吴部长打晕,当江宇醒来四处寻找智佑时,舒林骗江宇说江宇昨晚把他认成了智佑, 舒林非但没有对智佑产生愧疚感,反而直接找上门扇了智佑一耳光,还让智佑以后离茂盛集团远点,这样就能不让江宇再次见到智佑,可智佑却因为这莫名其妙的一耳光,更加不会听舒林的话了,智佑强硬地表示,自己会回去做刘会长的护工,舒林没有权利限制他,智佑的这番话可把舒林气坏了,他还想把智佑赶走, 但刘会长却非常看重智佑,甚至把智佑提升成了私人秘书,薪水直接翻了两倍,刘会长给了智佑一份秘密文件,让他一定要亲手交给江宇, 房母把这件事告诉了舒林,舒林顿时慌了,他提前一步找借口把江宇骗了出去,这才阻止了智佑和江宇的见面,舒林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又主动找到智佑逼迫智佑辞职, 但智佑却表示他是刘会长的秘书,没有义务要对舒林言听计从,舒林气急败坏的想对智佑动手,结果却被江宇的姐夫编部长制止, 原来舒林和编部长是一伙的,他们的目标就是把茂盛集团吞掉,而智佑是刘会长看重的人,编部长让舒林不要轻易动手,可舒林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他又想利用江宇的姐姐玫瑰把智佑赶走, 舒林故意在玫瑰面前诋毁智佑,说智佑是竞争对手公司派来的坏女人,脾气火爆的玫瑰果然上当了, 他找到智佑二话不说就扇了智佑两个耳光,然后让智佑离开这个家,在玫瑰想扇智佑第三个耳光时,智佑抓住了玫瑰的手,并表示他如果现在离开的话,就代表他承认了这些虚假的谣言,所以他更不会离开这个家, 舒林见玫瑰都治不了智佑,又把故意捏造的照片给了刘会长,还说智佑是敌对公司派来的商业间谍, 好在刘会长是个非常理智的人,他决定用被淘汰的方案测试一下智佑,刘会长对智佑进行测试后,发现智佑并不是所谓的商业间谍, 他瞬间明白这是舒林故意陷害智佑,刘会长把当事人都叫了过来,然后把所有事情摆在台面上说清楚了, 舒林和玫瑰这边理亏不敢反驳,刘会长却不留情面的说道,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他就把舒林和玫瑰赶出去,舒林三番五次的算计智佑,却一次都成功不了,他气急败坏的把化妆品摔在地上, 他不想就这么放过智佑,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个阴招,舒林先发智人主动把有关智佑的记忆说了出来, 但舒林说的都是一些捏造的事情,他说智佑为了抢他的孩子,故意挑拨他和江雨的关系, 智佑听到这个消息后崩溃了,他不愿相信自己以前竟是这样的人,智佑的心情还没平复过来,又刚好碰见了江雨,江雨刚要和智佑解释, 智佑就因为受到刺激晕了过去,江雨这才知道了智佑失去了大部分记忆, 舒林得知了这个消息后,直接借题发挥说智佑自己辞职了, 但他并不知道,江雨已经把真相说了出来, 他说智佑和他本来马上要订婚了,就是因为舒林的出现, 智佑才会突然间消失了,现在智佑知道舒林是故意欺骗他了, 江雨回到家直接和舒林大吵了一架, 第二天还把离婚协议书递到了舒林面前, 但舒林不可能轻易放弃现在的位置, 他激动的把离婚协议书撕毁了, 而刘会长也因为智佑的事又病倒了, 医生建议把智佑找回来,本应该极力反对的舒林, 这次竟然主动去请智佑回来工作, 因为舒林想利用智佑来让江雨主动放弃, 而且他还可以顺便刁难智佑, 舒林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智佑去做本来不属于他的打扫工作, 但舒林的做法只会让江雨更加反感, 江雨直接找律师提起离婚诉讼, 舒林得知了江雨提起离婚诉讼的事, 他愤怒地告诉江雨, 只要他们离婚了, 他一定会抹黑江雨以及智佑, 让他们的名声扫地, 但这也并不能阻止江雨的决心, 舒林又开始在江雨面前诋毁智佑, 江雨刚刚输掉了一个重要的竞标, 就是因为这次失利, 让他没获得茂盛集团的继承权, 舒林故意说竞争对手是智佑的男友, 因为智佑泄露了江雨的竞标方案, 所以他才会输的, 江雨本来是不会相信舒林的话的, 但智佑为了和江雨撇清关系, 刚好拿他的竞争对手善好做挡箭牌, 这让江雨对智佑产生了怀疑, 他问智佑是不是泄露了方案, 虽然智佑并没有做过这种事, 但为了和江雨保持距离, 他还是没有解释任由江雨误会, 智佑和馨儿其乐融融地做蛋糕时, 被路过的舒林看见, 舒林顿时火冒三丈把智佑骂了一顿, 还让馨儿以后不许再靠近智佑, 面对莫名其妙发火的舒林, 智佑觉得很奇怪, 但智佑不知道的是, 馨儿其实是他的孩子, 所以舒林才会反应如此过激, 江雨还是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为了不让智佑觉得尴尬, 江雨决定不谈感情, 先帮智佑找回记忆, 智佑说出了他记忆中唯一的男人, 就是舒林的手下金部长, 金部长送喝醉的舒林回来, 正好被江雨撞见, 舒林想让江雨陪他, 因为江雨从结婚以来, 一次都没有抱过他, 更别说同房睡觉了, 但江雨还是满脸冷漠, 舒林崩溃的哭了起来, 意外露出的纹身吸引了江雨的注意, 因为金部长也有同款纹身, 他顿时觉得舒林有问题, 江雨让姐夫边部长帮他调查一下两人的来路, 但他并不知道, 边部长就是舒林和金部长背后的男人, 边部长愤怒的训斥舒林, 他没想到舒林那么快就露出了马脚, 就在这时江雨推门而入, 边部长已调查舒林底细为游园了过去, 舒林就没那么好运了, 江雨故意问金部长是不是舒林招进来的, 舒林没有否认, 江雨又说金部长是边部长招进来的, 这直接让舒林的谎言不攻自破, 舒林在江雨心目中一点可信度都没有了, 舒林把怒气发泄在了志佑身上, 让身为会长秘书的志佑擦起了地板, 可下一刻江雨就出现在他面前, 江雨愤怒的把吸尘器砸在地上, 然后直接带走了志佑, 舒林气急败坏的拿起吸尘器就砸, 结果这一幕刚好被刘会长撞见, 刘会长又把舒林训斥了一顿, 江雨带志佑去做了恢复记忆的治疗, 志佑找回了部分和父亲有关的记忆, 他来到父亲之前工作的地方, 父亲之前的助理告诉志佑, 他父亲出事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茂盛集团, 江雨带志佑治疗的事被舒林知道后, 他又故意拿了一堆床上用品, 让志佑只能用手洗, 但他并不知道, 这样反而促进了志佑和心儿的关系, 给心儿洗澡时, 志佑意外发现心儿的胎记, 竟然和他的胎记长在同一个地方, 这让他觉得很神奇, 志佑在父亲的遗物中, 意外发现了一张照片, 而照片上的人就是舒林和编部长, 他更加确信了父亲的事和舒林有关了, 舒林派金部长监视志佑, 结果却被江雨当场抓住, 江雨直接愤怒地警告了舒林, 他表示如果舒林再做出伤害志佑的事, 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舒林, 舒林觉得这一切都是志佑造成的, 他想用钱让志佑离开, 但志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工作,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调查清楚当年的真相, 他明确地表示无论给他多少钱, 他都不会离开的, 舒林被这番话气炸了, 他又想对志佑耍阴招了, 因为血缘的关系, 心儿对志佑有着天生的好感, 可舒林看到这一幕就忍不住了, 他又把志佑训斥了一顿, 然后情绪激动地要求心儿, 以后不许再和志佑见面, 心儿直接被舒林的举动吓哭了, 他躲在志佑身后, 还是被舒林强行带走了, 志佑对舒林的举动非常不解, 直到福子意外说出志佑有孩子的事, 志佑突然觉得心儿可能和他有点关系, 舒林在洗手间偶遇了志佑, 他让志佑认清自己的位置, 不要再靠近孩子, 为了警告志佑他甚至还想动手, 好在煞昊及时出现阻止了舒林, 煞昊不想再看到志佑被欺负, 他决定接受刘会长的条件, 正式进入茂盛集团, 并且拥有的权力和江宇一样, 他要帮志佑一起寻找当年的真相, 江宇让手下对金部长进行了调查, 发现金部长的资料都是伪造的, 金部长以前是个小混混, 还有一个名叫顺服的女友, 江宇第一时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志佑, 志佑觉得顺服这个名字很耳熟, 但他怎么都想不起来, 晚上福子无意间说出了顺服的名字, 妈妈告诉志佑顺服是福子的女儿, 但是已经去世了, 福子却一直说顺服还活着, 原来他们都不知道舒林就是顺服,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换了一个身份, 房母让志佑替他去接心儿放学, 志佑看出了心儿对滑梯的渴望, 原来舒林给心儿抱了很多补习班, 导致心儿没有一点自由玩耍的时间, 所以一个朋友都没有, 舒林知道是志佑去接的心儿, 又打电话把志佑骂了一顿, 就在这时, 心儿不小心摔倒伤到了额头, 舒林赶到医院二话不说就扇了志佑一耳光, 就在他还想继续扇志佑的时候, 江宇及时阻止了他, 但舒林不会放过这个赶走志佑的好机会, 他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刘会长, 刘会长知道舒林是夸大事实, 所以他只是让志佑休息几天, 调整一下心情再来工作, 志佑想给心儿送完粥就离开, 结果舒林直接把志佑的粥摔在了地上, 舒林如此过激的反应, 让志佑心生怀疑, 他觉得舒林很害怕他靠近心儿, 志佑做了些零食偷偷让保姆给心儿, 结果心儿一下就吃出是志佑做的, 心儿跑到门外果然发现了志佑, 但又被舒林阻止了, 志佑想找出顺服的照片, 因为那是和金部长为义有关的女人, 但在毕业照里却没找到顺服的身影, 好在他根据之前的同学录, 联系到了一个有顺服消息的同学, 同时江宇的手下也调查到了, 了解金部长过去的人, 但江宇还没见到那个人, 就被金部长截胡了, 金部长用钱收买了他, 让他在江宇面前说谎, 说顺服已经去世了, 虽然暂时骗过了江宇, 但舒林还是觉得很不安, 因为他突然想到当年照顾志佑的护士, 也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吩咐金部长找出那个护士, 一定要用钱堵住他的嘴, 金部长找到了护士现在工作的医院, 结果带福子看病的志佑, 却刚好遇见了之前的护士, 护士把志佑叫成了顺服, 因为舒林当时是用顺服的身份, 给志佑办理的住院, 志佑觉得很是疑惑, 当他想和护士问清楚时, 福子看到护士就发疯似的跑了, 然后福子一个劲的和志佑道歉, 志佑想再去找护士问清楚时, 护士却已经被金部长收买, 直接从原来的医院辞职了, 舒林以为这样他的身份就不会被暴露了, 但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刘会长又告诉舒林一个让他头疼的消息, 志佑马上就会回来工作了, 舒林立刻给了志佑一个下马威, 说志佑在靠近心儿的话, 他就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了, 舒林和同学偶遇一下就被认出来了, 但他不可能承认自己是顺服的事, 可他的容貌和声音却无法改变, 同学直接把这件事告诉了志佑, 志佑觉得找到顺服就是解开谜团的关键, 舒林突然感到非常不安, 因为他没想到居然还有同学能把他认出来,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是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 志佑和江宇去处理抗议时, 为了躲避抗议者的攻击, 不小心被锁在了仓库, 而两人的手机刚好放在车上, 第二天才被仓库管理员发现, 舒林知道这个消息后气炸了, 他三番五次的警告志佑, 志佑还是不当回事, 于是他故意找人去诬陷志佑, 还欺负志佑的家人, 把志佑的家搞得一片狼藉, 志佑看到这副模样, 一下就想到是舒林在搞鬼, 但志佑的妈妈却还是一味的责怪志佑, 他让志佑不要再和江宇有任何联系, 善号看到因为江宇把志佑家害成这样, 直接二话不说给了江宇一拳, 并且让江宇不要再靠近志佑, 江宇从善号口中, 才知道志佑家发生的事, 他知道这一切肯定都是舒林搞的鬼, 江宇回到家直接质问舒林, 舒林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江宇顿时怒了, 把舒林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并且表示一定会和舒林离婚, 然后拿起东西就要离家出走, 无论舒林怎么挽留, 江宇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舒林崩溃地哭了起来, 但这还不是让他最绝望的, 最绝望的是编部长发现了舒林欺骗他, 表示直接要抛弃舒林, 让舒林回到顺服的位置, 舒林顿时慌了, 他不想放弃现在这艰难得到的位置, 他求编部长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他对编部长来说只是一枚棋子, 现在他没有用处了, 编部长自然不会再留着他, 一时间舒林变成了被众人抛弃的对象, 舒林累了保住自己现在的位置, 他竟然主动找编部长摊牌, 因为之前舒林替编部长转移了很多茂盛集团的资金, 如果他把这件事情抖出来的话, 编部长也会失去一切, 编部长被舒林的威胁震慑到了, 暂时还和舒林在同一阵线, 江宇想让律师提起离婚诉讼, 但舒林没有犯过什么错, 这种情况下如果舒林不同意离婚, 江宇还是很难有迎面, 就在这时, 舒林走进来说道, 只要江宇在这次和善号的比拼中能获胜, 成功获得茂盛集团的继承权的话, 他就会主动和江宇离婚, 舒林和编部长的密切来往还是露出了马脚, 这一幕被挚幼看见, 挚幼看着父亲留下的照片, 心中满是疑惑, 他找到之前联系到的同学, 因为同学正好是记者, 他想让同学帮他调查一下舒林, 同学刚好约到了舒林的采访, 金部长想劝舒林以开会为由直接拒绝, 但舒林却出乎意料地接受了同学的采访, 因为他觉得逃避更会让同学怀疑, 然后舒林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给了同学, 证实了他虽然长相声音和顺服一样, 但其他的和顺服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就是这近乎完美的资料, 让同学起了疑心, 同学拿着杂志找到挚幼, 说舒林就是那个和顺服很像的人, 这让他们一致认为舒林和顺服是同一个人, 只是用各种方法换了一个身份, 舒林现在一心只想把智佑赶走, 他又开始捏造事实, 说智佑偷看公司的秘密文件, 但他并不知道那些文件都是刘会长让智佑看的, 刘会长直接让编部长给智佑在集团安排个职位, 他觉得智佑很有从商的头脑, 想让智佑正式接触集团的事务, 这可把舒林给气坏了, 但更让他生气的是还在后面, 江宇在底厅中毫无悬念地输给了善号, 这意味着继承权又遥遥无期了, 舒林的计划也因此被打乱, 舒林为了阻止江宇和他离婚, 他找律师拟定了一份补偿合同, 如果江宇和他离婚, 茂盛集团50%的资产, 都将进入舒林的名下, 刘会长听到这个条件差点气晕过去, 然后说什么也不同意江宇离婚, 为了彻底阻止江宇和智佑见命, 舒林甚至让金部长把江宇打晕, 然后伪造成意外受伤, 让江宇住院, 还故意骗江宇说智佑不想再见他了, 所有事情都顺着舒林的计划发展, 但变数很快就出现了, 智佑的妈妈偶遇舒林, 一眼就把舒林认了出来, 舒林一开始本来不想承认, 但智佑妈毕竟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舒林没有在狡辩, 而是直接承认了自己是顺服, 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 她直接一挥手把智佑妈推了下去, 看到智佑妈受伤晕了过去, 舒林竟选择直接逃跑, 但慌乱的舒林还是留下了一个扣子, 而这个扣子刚好被赶来的智佑剪刀, 智佑发现妈妈之后, 由于受不了刺激晕了过去, 也就是因为这个刺激, 让她又恢复了一部分记忆, 但她的妈妈却因为送来的不够及时, 情况非常不乐观, 智佑妈醒来后, 直接把顺服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智佑, 然后再也没有醒过来了, 智佑悲痛欲绝, 她觉得自己的父母都是被自己害死的, 然后她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 她觉得妈妈出事肯定和顺服有关, 另一边舒林得知智佑妈妈去世的消息, 丝毫没有罪恶感, 甚至还觉得很庆幸, 她把事发时穿的衣服扔进了垃圾桶, 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的撇清嫌疑, 但保姆却在打扫房间时, 把那件衣服剪了起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 智佑已经恢复了有关顺服的记忆, 她知道舒林就是顺服, 接下来就是心仇旧恨一起算的时刻了, 智佑把妈妈送给她的戒指戴在脖子上, 她要让妈妈一起见证她的复仇, 然后智佑一改之前的穿衣风格, 这让舒林感到极度不安, 智佑虽然知道了舒林的真实身份, 但目前她还不会说出来, 因为她要悄悄收集证据, 然后一击把舒林击垮, 舒林拉住智佑不让智佑进去, 智佑直接甩开了舒林的手, 因为是刘会长让她来的, 舒林管不了, 刘会长把智佑安排进集团, 让智佑开始处理集团事务, 在门外偷听的舒林顿时不淡定了, 她强硬地让智佑主动离开, 但智佑可不是之前那个软弱的智佑了, 她故意提起了自己妈妈的事, 直接让舒林慌了, 然后智佑再问起舒林妈妈的事, 这让舒林更加不知所措了, 因为智佑知道舒林的妈妈胡子在她家, 但舒林却以为自己的妈妈去世了, 面对突然变得强硬的智佑, 舒林产生了莫名的危机感, 接着舒林又在江宇的抽屉里, 发现了江宇做的亲子鉴定报告, 舒林想不通江宇为什么突然开始怀疑她了, 但让她更觉得郁闷的是又来了, 刘会长宣布把江宇提到带领会长的位置, 舒林还没来得及高兴, 刘会长就把智佑提到了会长特助的位置, 这就意味着智佑专门负责刘会长和江宇之间的业务, 接触的事务都是集团的重点, 而且和江宇接触的频率自然也会增加, 这可把舒林气炸了, 智佑通过父亲的日记, 发现了一串号码, 在智佑的帮助下, 智佑成功找到了号码的主人, 这个女人就是当年帮助舒林欺骗智佑的人, 女人看到智佑瞬间就想逃, 却被智佑拦了下来, 智佑想让女人说出当年的真相, 但女人却一直不愿开口, 智佑最后给了女人一个警告, 然后就放女人离开了, 因为她知道女人肯定会把这件事告诉舒林, 她只需要看舒林会有什么反应, 就能确定当年的事是不是舒林搞的鬼, 舒林看到眼前的女人吓了一跳, 没等女人说话舒林就扇了女人一耳光, 女人把智佑找她的事说了出来, 本来女人想让舒林给点钱她就闭上嘴, 但无缘无故挨了一耳光, 让她想直接把真相说出来, 她在集团门口等到了江雨, 舒林及时阻止了她, 决定用三倍的钱堵住她的嘴, 但这一幕刚好被智佑看见, 这下智佑可以确定当年的事情, 是舒林设计的圈套了, 在两人的对话中, 智佑还无意间听到了孩子的事, 原来孩子也不是舒林的, 智佑为了试探舒林, 把福子带到了江雨的家里, 舒林看到福子顿时慌了, 她想直接带走福子, 却被智佑拦了下来, 因为以舒林现在的身份, 不应该认识福子才对, 舒林及时收手, 她以为智佑没有看出来, 其实智佑早就确定了舒林就是顺服, 舒林立刻吩咐金部长跟踪智佑, 发现福子一直住在智佑家后, 舒林火冒三丈, 她带着金部长找时机把福子转移走了, 还给福子配了一个护工, 并让护工24小时看着福子, 不过机智的福子还是趁着护工上厕所的时候, 偷偷跑回了智佑家, 智佑为了不让福子再被抓走, 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智佑直接把福子介绍给了刘会长, 让福子成为了江宇家的保姆, 这样如果舒林敢轻举妄动, 她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 舒林怀疑智佑恢复了记忆, 她直接质问智佑是不是故意把福子安排进来的, 智佑直接装傻, 说福子只是关系好的一个哀怡, 这让舒林崩溃了, 她不知道智佑的记忆到底有没有恢复, 智佑这边还没有处理好, 玫瑰又开始找舒林的麻烦, 因为玫瑰觉得舒林就是为了分她家的财产, 才费尽心思的嫁入他们家的, 姐姐表示以后会注意舒林的一举一动, 让舒林别想耍什么手段, 这让舒林陷入了父辈受敌的境地, 智佑发现保姆手里的衣服, 和她在妈妈出事地点捡到的纽扣完全吻合, 这证实了舒林在案发现场, 智佑找了个理由偷偷拿走了衣服, 光靠这件衣服的证据还是不够的, 智佑又拦住了和舒林一起欺骗她的女人, 她想让女人把真相告诉她, 女人并没有把真相直接输出来, 而是在收完舒林的钱后, 才主动联系了智佑, 说会当智佑的人正揭露舒林, 可这一幕也被金部长看见, 女人陷入了危险之中, 舒林想让胡子去试探一下智佑, 看看智佑的记忆到底有没有恢复, 结果发现智佑恢复了所有记忆, 她这才意识到智佑故意在她面前演戏, 舒林直接当面揭穿了智佑, 智佑也不打算再演戏了, 她直接和舒林摊牌了, 定调是会一点点把舒林的秘密都解开, 舒林累了保住自己, 只好以江宇的前途来威胁智佑, 如果她暴露也一定会毁掉江宇, 这让智佑陷入了纠结, 舒林还不打算就此罢休, 又拿着照片威胁智佑, 但智佑不会因为这点威胁就停止复仇, 她约江宇见面, 把舒林就是顺服的事告诉了江宇, 江宇知道这件事后顿时不淡定了, 她想直接去揭穿舒林, 但智佑却拦住了她, 因为现在就把舒林揭穿的话, 肯定会打草惊蛇, 智佑父母的事就很难调查了, 舒林发现智佑和江宇见面后, 又开始威胁智佑, 让智佑别想抢走属于她的一切, 否则她会毫不留情地把江宇毁掉, 舒林觉得这样可以威胁到智佑, 但智佑的回答却让她感觉出乎意料, 智佑告诉舒林, 自己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智佑了, 而舒林却永远摆脱不了顺服的身份, 智佑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江宇回家看到虚伪的舒林, 很想直接揭穿舒林, 但她还是忍住了, 因为她还要配合智佑找到更多证据, 福子想劝舒林平手, 去求得智佑的原谅, 因为舒林做了太多伤害智佑的事, 但舒林却直接把福子骂了一顿, 就在舒林大声喊福子妈妈的时候, 江宇刚好走了进来, 江宇知道福子就是舒林的妈妈, 她故意问舒林刚刚在叫谁, 舒林为了圆谎, 说自己的妈妈过几天会来这里, 江宇知道舒林在说谎, 可是并没有揭穿她, 而是来了一出将计就计, 江宇让舒林到时候请她妈妈过来, 再让双方家长见个面, 舒林立刻找到了之前婚礼扮演她妈妈的演员, 让演员再演一次她的妈妈, 江宇故意问些刁钻的问题, 让演员差点露出马脚, 舒林好不容易才应付过去, 然后舒林非但不对福子感到愧疚, 还怪福子的表现不够好, 直接把福子骂哭了, 这又没想到舒林对自己的亲生妈妈都能这样, 她愤怒地训斥了舒林, 舒林言辞激烈地反驳, 结果不小心把智佑妈妈的事说了出来, 智佑瞬间失去了理智, 她把自己收集的证据说了出来, 告诉舒林她没几天好日子了, 舒林没想到智佑竟然暗中收集到了, 案发当天她穿的那条裙子, 她顿时有点慌了, 然后想让福子帮她把裙子偷出来, 结果正好被智佑撞个正着, 舒林的这一系列举动, 让智佑更加确定她妈妈的事和舒林有关, 她让江宇查看一下车子的行车记录, 可舒林却提前一步把记录删除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舒林趁智佑不在家, 一想看望福子为由混进了智佑家, 然后找借口支开了福子, 她立刻冲进房间翻箱倒柜, 终于找到了那条裙子, 就在她想拿着裙子离开时, 智佑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舒林故作强硬地和智佑说话, 然后快速逃离了, 智佑这才发现好不容易找来的证据, 被舒林偷走了, 舒林把裙子扔进了火堆, 她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但智佑可不会轻易放弃, 智佑告诉舒林, 她已经看清了舒林丑恶的真面目, 接下来她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智佑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想看看有没有遗漏的有利证据, 黄天不负有心人, 智佑发现了一个有可能拍到证据的监控, 监控果然拍到了舒林拉拽智佑妈的画面, 这就能直接证明智佑妈的事和舒林有很大的关系, 智佑看着画面气不成声, 从现在起她要一步步击垮舒林, 智佑决定先从舒林最紧张的馨儿开始, 智佑主动和刘会长提出, 以后她负责接馨儿放学陪馨儿玩耍, 舒林立刻表示反对, 本来馨儿就是她从智佑手中抢来的孩子, 她不可能再把孩子交到智佑手中, 但刘会长和江宇都一致同意了智佑的请求, 舒林没有任何办法, 舒林还因为馨儿的事在气头上, 又收到了一个让她崩溃的视频消息, 视频内容就是她拽着智佑妈的监控画面, 而发给她这个视频的人就是智佑, 舒林还没想好要如何应对, 智佑就已经把高层会议的内容, 换成了那个监控视频, 她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舒林, 但舒林却及时赶到把所有人赶了出去, 她以为这样就能不让自己暴露, 然而等待她的却是警察, 舒林以嫌犯的身份被抓了进去, 就这样舒林依旧觉得自己没有错, 智佑觉得舒林已经无可救药了, 舒林好不容易等来了江宇, 她以为江宇是来救她的, 结果江宇只是为了套舒林的话, 想让舒林自己主动说出怎么害死之佑妈的, 但舒林依旧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错, 江宇彻底放弃了舒林, 她决定退和智佑把舒林的所有罪行揭开, 边部长怕舒林把她的事业暴露, 直接联系了警局高层, 第二天就以证据不足把舒林释放了, 舒林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智佑, 她把智佑强行拉上了车, 智佑怕舒林失去理智, 做出过激的行为, 她嘶吼着让舒林停车, 可舒林非但不停车, 反而疯狂踩油门, 智佑抢过方向盘, 舒林这才停了下来, 智佑下车二话不说就扇了舒林两耳光, 然后愤怒地说道, 难道害死她父母还不够, 还想把她也害死了, 舒林还是毫无悔改之意, 她说这只是给智佑一个警告, 如果智佑还要继续和她作对的话, 她一定会不折手段, 因为舒林觉得法律都制裁不了她, 智佑也彻底被舒林激怒了, 她不会再顾及之前的闺蜜情谊, 她要让舒林接受应有的惩罚, 智佑问福子她之前是不是生过孩子, 福子神色慌张就是不愿说出事实, 这让智佑更觉得可疑, 然后智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发现自己确实生下过孩子, 但她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现在在哪, 她突然想起了之前把她叫成顺服的护士, 她觉得那个护士就是解开谜题的关键, 福子知道智佑开始调查孩子的时候, 她想劝舒林主动说出真相, 请求智佑的原谅, 可舒林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她是不可能收手的, 舒林让福子管好自己的嘴, 绝对不能告诉智佑孩子的事, 否则她就吞下一整瓶安眠药, 颠部长和舒林交谈被江宇看见, 江宇决定先从颠部长的方向调查, 她发现颠部长从最开始进入集团, 到变成她的姐夫, 都像是经过设计精心安排的, 她觉得颠部长很有问题, 于是趁着独处的机会故意问舒林的事, 让颠部长怀疑江宇是不是知道了所有事, 然后江宇和智佑瞒着弟弟智灿, 把智灿叫来了家里, 智灿一眼就认出了舒林, 但舒林却一直不承认, 然后慌张地跑回了房间, 这样一来智佑的目的就达到了, 多一个人知道舒林的真实身份, 就会让舒林的心理负担增加, 然后舒林就更容易露出马脚, 为了不让智佑发现新儿是她的孩子, 舒林打算直接把新儿送去国外, 但智佑还是比舒林快了一步, 在善浩的帮助下, 智佑成功找到了那个护士现在工作的医院, 刚好下班的护士看见智佑, 竟直接扭头就想走, 但还是被智佑一眼认了出来, 护士想逃却被善浩拦了下来, 护士经过了解才发现自己被金部长骗了, 他决定把真相都告诉智佑, 但这一幕也被舒林安排的人拍了下来, 舒林知道智佑已经找到护士后勃然大怒, 他立刻让金部长阻止护士说出真相, 但舒林的人也被善浩发现, 善浩抓到舒林的人后, 来了一出将计就计, 让他告诉舒林护士什么都没说, 这让舒林以为智佑还不知道他有孩子的事, 其实护士已经把智佑生过孩子, 并且是福子照顾智佑的事说了出来, 现在知道智佑孩子下落的只剩福子了, 智佑想让福子说出孩子的下落, 但福子却一直逃避这个问题, 舒林害怕福子会暴露孩子的事, 又打算强行把福子带走, 福子却趁着红绿灯的时候逃跑了, 智佑无意间发现了监控视频, 知道妈妈的事和舒林有关后, 智佑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直接拿着棍子冲进了江宇家, 他想对舒林动手, 却被金部长一拳打倒, 就在这时江宇出现了, 舒林当着江宇的面, 还在吩咐金部长直接把智灿带走, 江宇再也忍受不了舒林虚伪的嘴脸了, 他愤怒地表示自己知道舒林是顺服, 然后问舒林为什么能那么恶毒, 舒林眼看自己的身份瞒不住了, 又开始演戏打起了感情台, 说自己是因为爱江宇才会这样做的, 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心儿, 他哭着求江宇看在心儿的份上原谅他一次, 但江宇知道心儿和舒林没有任何关系, 他让舒林做好准备, 现在他有可以和他离婚的理由了, 因为智灿的冲动, 让舒林变得更加谨慎了, 智佑又得重新制定计划了, 知道福子又回到智佑家后, 舒林又打算强行带走福子, 但这一次被智灿直接赶了出来, 福子的痴呆症状愈发严重, 他无意间说出了智佑孩子的事, 智佑这才知道, 原来他的孩子就是每天都在他身边的心儿, 智佑回想他和心儿的种种共同点, 长在同一个地方的胎记, 以及都对草莓过敏, 他决定直接去把他的孩子抢回来, 但社长劝他不要冲动, 让智佑先拿到心儿的亲子鉴定报告, 智佑直接和刘会长提出, 要把心儿带回他家吃饭, 刘会长直接答应了, 然后智佑拿到了心儿使用过的牙刷, 立刻就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 当智佑看到鉴定结果时,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因为心儿就是他的儿子, 智佑打算直接去把自己的孩子抢回来, 而另一边那个和舒林合伙骗人的女人, 也找到了江雨, 原来女人被舒林的人关在了精神病院, 现在她好不容易逃出来, 就是为了报复舒林, 女人把真相都告诉了江雨, 江雨瞬间就想到孩子不是舒林的, 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智佑到江雨家后, 看到心儿直接就抱住了心儿, 舒林想把心儿抢回来, 却被智佑一把推开, 智佑直接说舒林没资格碰心儿, 舒林看智佑知道了真相, 直接让金部长把孩子抢走, 金部长想开车带心儿离开, 江雨的车却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 舒林看到这一幕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江雨和智佑都知道了真相, 但舒林还没打算放弃, 江雨愤怒地质问舒林, 舒林依旧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还嘴硬地说心儿是她的孩子, 直到智佑也走了进来, 舒林还是不愿认错, 还大放厥词要和江雨打官司, 争夺心儿的抚养权, 舒林知道心儿是她最后的希望了, 但江雨不可能让舒林得逞, 她直接让律师准备离婚诉讼, 舒林觉得心儿应该属于她, 因为这五年来, 心儿是在她的悉心照料下一点点长大的, 但舒林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心儿是她从智佑手中偷来的, 舒林联系了早已安排好的律师, 只要心儿愿意出庭选择舒林, 舒林就能获得心儿的抚养权, 她觉得自己已经十拿九稳了, 但舒林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江雨一谈事情为由, 把舒林带到了智佑妈出事的地方, 然后智佑在同样的位置, 假装要把舒林推下去, 看着智佑认真的神情, 舒林还是慌了, 她直接承认了是她害死智佑妈的, 确定了这个事实后, 智佑告诉舒林, 她们十几年的闺蜜情彻底结束了, 但她不会直接把心儿抢走, 因为她要给心儿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 这对心儿来说是伤害最小的方案, 但舒林怎么可能会答应这种要求, 舒林想说永远都不会把心儿还给智佑, 可江雨拿着手机放起了录音, 录音内容就是刚刚舒林承认罪行的自白, 这下舒林的致命把柄被智佑掌握了, 她只能选择妥协, 不干预智佑和心儿见命, 但舒林看到智佑和心儿亲密的样子, 她心里又不平衡了, 舒林想让智佑在她面前收连点, 但智佑却强硬地表示, 舒林现在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他们的谈话内容刚好被边部长听见, 边部长觉得舒林失去了利用价值, 想直接把舒林掏弃, 舒林知道边部长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她求边部长再给她一次机会, 但她还是没能改变被抛弃的命运, 舒林不想坐以待地, 她觉得只要把她自白的录音删除, 她就还有抢夺心儿和财产的希望, 于是她派金部长抢走了智佑的手机, 但那段录音却并不在智佑的手机里, 舒林又偷偷潜入了江雨的办公室, 结果被江雨直接抓了现行, 江雨劝她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舒林陷入了绝望, 边部长又给舒林支了个招, 她让舒林直接偷偷把智佑送出国, 这样至少能延缓孩子被抢回去, 舒林立刻联系了护工, 买好了前往国外的机票, 然后把智佑骗到了机场, 但她的这个计划, 还是被智佑发现了, 在即将进入机场的时候, 智佑直接逃跑了, 正好被赶来的智佑和江雨撞见, 智佑直接把心儿抱上了车, 江雨则是告诉舒林, 让她做好被赶出去的准备, 因为舒林屡次触碰他们的底线, 他们不打算再隐瞒舒林的秘密了, 智佑把心儿安顿好后, 直接和江雨把真相告诉了刘会长, 智佑把亲子鉴定地给了刘会长, 刘会长这才知道自己一直被舒林欺骗了, 等舒林赶到时, 一切都已经晚了, 舒林还想在刘会长面前狡辩, 会长直接把亲子鉴定报告摔在了舒林面前, 舒林还想垂死挣扎, 说自己都是因为爱江雨才会这样做的, 刘会长却直接把毛笔甩在了舒林身上, 就在这时边部长闯了进来, 舒林以为边部长会挽救他, 但边部长却直接把所有事都怪在了舒林头上, 然后让人直接把舒林赶了出去, 舒林彻底被所有人抛弃了, 他觉得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心儿了, 他又闯进了智佑家, 想强行把心儿带走, 但福子却直接把舒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舒林没想到连自己的妈妈都不站在他那边, 智佑及时赶到阻止了舒林, 舒林想让心儿自己选择, 结果心儿还是选择了智佑, 舒林感受到了绝望, 但他还是不愿意就此罢休, 他又找到了边部长, 想威胁边部长帮他, 但边部长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伙伴善浩, 所以他自然不再需要舒林, 但他不知道的是, 善浩也是智佑阵线过来当卧底的, 舒林来到公司, 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已经被处理掉了, 江宇更是直接告诉舒林他被解雇了, 舒林被逼到了绝境, 他知道自己很难扳回局面了, 于是决定毁掉智佑和江宇, 他联系了熟悉的记者, 想让记者编造智佑和江宇的丑闻,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毁掉江宇和智佑, 但他并不知道他熟悉的记者, 其实就是和智佑关系好的同学的人, 所以这些谣言根本没有机会发出去, 同学把这件事直接说了出来, 江宇决定反江宇军, 他透露给同学一个更重磅的黑量, 舒林看到自己的黑料后, 直接气冲冲的找到了智佑, 他觉得智佑对他太残忍了, 但智佑也只是用同样的方式以牙还牙罢了, 舒林直接把水泼在了智佑脸上, 智佑现在可不会再灌着他了, 拿起水杯回泼了过去, 然后劝舒林趁早停手, 否则等着他的就是监狱生活了, 可舒林还是不打算停手, 他又想直接把馨儿从幼儿园接走, 但只有早已给馨儿办理了转学, 就在舒林无计可施的时候, 一辆货车朝舒林驶来, 并且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 原来是编部长怕舒林把他暴露, 想直接杀人灭口, 好在金部长及时出现, 把舒林救了下来, 金部长想劝舒林停手, 但就算差点丧命, 舒林还是不打算停止, 他还奢望江宇可以原谅他, 让他回到之前的位置, 但江宇的律师却早已处理好了离婚事宜, 然后刘会长接下来的举动, 更是直接让舒林的希望完全破碎, 刘会长把舒林和编部长同时叫了过来, 房间里还有一个他们熟悉的人, 就是之前扮演舒林妈妈的演员, 演员直接向刘会长坦白了, 编部长也把所有事情都推到了舒林身上, 编部长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但刘会长能把集团做大, 怎么可能一点手段都没有, 刘会长直接找人把编部长绑了起来, 然后对编部长进行了警告, 让编部长不要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逼到绝境的舒林, 想直接了结自己的生命, 结果他又一次被金部长救了下来, 经历了两次生死抉择后, 舒林终于选择停手了, 他想最后再见一次仙儿, 然后就和金部长前往国外, 舒林求福子带他见仙儿一面, 毕竟是舒林养育了五年的孩子, 治幼也没再阻止, 完成这个心愿后, 本想直接离开的舒林, 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命运, 在江宇出生没多久就去世的妈妈, 竟然还奇迹般的活着, 舒林顿时又诞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 他决定延缓出国的计划, 他想利用江宇的妈妈来让江宇和他复合, 于是舒林开始用钱收买江宇妈, 还带江宇妈去疯狂购物, 给江宇妈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 但舒林想让江宇妈去劝赃雨时, 江宇妈却开始临阵脱逃, 这直接让舒林的计划泡汤, 舒林看着边部长贪污公司财产的证据, 又想到一个大招, 他直接把证据交给了有关部门, 很快有关部门就派人介入调查, 但舒林的自作聪明又把自己坑了, 因为他这样做会牵扯到刘会长, 刘会长知道举报人是舒林后顿时火冒三丈, 他直接强行让舒林在离灰协议书上按下了手印, 然后又让保镖把舒林扔了出去, 各种方法都以失败告终, 舒林又把这一切怪在了智佑头上, 他竟然在智佑父亲的忌日冲进智佑家大闹了一场, 还把智佑父亲唯一的一项打碎了, 江宇愤怒的把舒林带走, 他没想到本来说好出国的舒林, 非但反悔还对智佑做出这么过分的事, 他不打算再放过舒林了, 他要查明智佑父母去世的真相, 让舒林接受法律的制裁, 第二天江宇就提交了录音证据, 舒林再次被警察逮捕, 金部长只能求边部长就舒林, 但边部长已经把舒林抛弃了, 所以他不可能会管舒林的事, 可一段视频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视频就是边部长找人害死智佑父亲的证据, 而且金部长还找到了当年的司机, 让司机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边部长立刻动用关系把舒林救了出来, 他想让舒林去对抗刘会长, 因为当年害死智佑父亲的幕后主使者就是刘会长, 舒林知道这个消息, 又感觉看到了希望, 他觉得靠着这个把柄, 就能让他回到之前的位置, 然后舒林立刻拿着证据见了刘会长, 说出了智佑父亲的事, 刘会长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舒林得意的表示, 智佑肯定不会嫁给杀父仇人的儿子, 所以他才是最佳的儿媳人选, 这让刘会长难以抉择, 为了不让五年前的事情败露, 刘会长向舒林妥协了, 直接恢复了舒林之前在公司的职位, 然后还让舒林回到了江宇身边, 同时去除了智佑在公司的职位, 他把智佑从家里赶了出去, 不让智佑和杏儿见面, 江宇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一夜之间态度转变那么大, 直到舒林把刘会长是害死智佑父亲的主谋说了出来, 江宇知道这个消息后崩溃了, 他觉得自己没脸面对智佑了, 也不敢把真相和智佑坦白, 江宇决定劝刘会长去自首, 但刘会长却不同意, 因为他自首的话, 集团就会落入别人手中, 智佑无法接受不能和心儿见面的事, 他决定直接把心儿带走, 在福子的帮助下, 智佑把心儿带回了家, 但舒林发现这件事后, 竟直接不要脸的报警了, 还倒打一耙说智佑是诱拐他孩子的诱拐犯, 让智佑当着心儿的面被警察抓走, 好在智佑证实了自己是心儿的亲生妈妈, 这才被放了出来, 智佑立刻找到了舒林, 二话不说就扇了舒林一耳光, 他愤怒地表示, 地位财产他都不在乎, 但如果舒林还敢利用心儿, 让心儿受到伤害的话, 他一定会十倍百倍的奉还, 智佑本想直接带走心儿, 结果却发现心儿已经昏迷了, 舒林又把这一切怪在了智佑头上, 智佑这次说什么都要把心儿带走, 但医生却表示, 心儿主要是心理疾病, 最好还是在江宇佳熟悉的环境下修养, 为了心儿致幼只能再次妥协了, 一切按照舒林和编部长的计划进行, 他们觉得吞掉茂盛集团只是时间问题了, 然而这一切正好被善昊听见, 编部长想把善昊推上会长候选人的位置, 这样他就能轻易掌控茂盛集团了, 但他并不知道善昊是卧底, 善昊表面上同意了, 在选举候选人当天又突然叛变, 他表示放弃会长竞争, 无条件支持江宇做会长, 这让颠部长的希望直接破灭, 舒林把刘会长害死智佑父亲的事说了出来, 智佑瞬间崩溃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他最爱的男人, 竟然是他恨之入骨的杀父仇人的儿子, 江宇想求得智佑的原谅, 他让智佑给他点时间, 他一定会让刘会长自首, 然后诚心诚意的道歉, 但智佑不可能轻易原谅杀父之仇, 他直接告诉江宇他们没有可能了, 然后智佑就去找了刘会长, 刘会长对害死智佑父亲的事没做辩解, 智佑要求刘会长向他父亲道歉, 然后去接受应有的惩罚, 但刘会长却依旧觉得自己没有错, 智佑彻底看清了刘会长的真面目, 他发誓一定要替父亲报仇, 让刘会长接受法律的制裁, 但如果想报仇的话, 他就需要重新回到茂盛集团, 正在智佑束手无策的时候, 善昊表示自己可以帮忙, 原来善昊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善昊的妈妈是刘会长的第一任妻子, 所以善昊也是刘会长的儿子, 善昊想让智佑利用他重新回到茂盛集团, 一番抉择后, 智佑接受了善昊的帮助, 他把一份文件交给了福子, 让福子一定要亲手交到刘会长手上, 刘会长看到文件内容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来到约定的地点看到的却是智佑, 智佑拿出善昊妈妈和刘会长之间的信物, 但刘会长还是不相信善昊是他的儿子, 于是他们直接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 证实了刘会长和善昊的亲子关系, 智佑让刘会长恢复他在公司的职位, 然后再把馨儿的教育交给他, 否则善昊永远不会再见刘会长, 刘会长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让智佑重新回到了公司, 和善昊一起负责新项目, 同时刘会长也把善昊是他儿子的事当众公布, 并且把照顾馨儿的事再次交给了智佑, 舒林觉得这都是智佑的阴谋, 想让智佑承认这是骗人的, 但智佑却完全不想搭理舒林, 因为舒林才是应该担心的, 接下来他会让舒林一步步感受绝望, 舒林得知馨儿要重新交给智佑后, 气急败坏地找智佑谈话, 智佑却表示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他会一点点地折磨舒林, 舒林被智佑气坏了, 他又拿智佑父亲的事来威胁刘会长, 让刘会长把智佑赶出去, 刘会长只能答应给舒林一部分股份, 然后让舒林安静地待着, 别去招惹智佑, 但舒林还是不满足, 他又想找理由把智佑赶走, 舒林觉得智佑接下来肯定会把馨儿抢走, 而智佑本来就是馨儿的亲生娜娜, 所以舒林要想赢的话, 就必须得到馨儿的认可, 让馨儿选择他, 于是舒林开始讨好馨儿, 他买来了一堆玩具, 但馨儿却都不喜欢, 馨儿只想吃胡萝卜蛋糕, 结果舒林从早晃到晚, 把厨房变成了战场, 还是没能让馨儿吃上, 舒林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 智佑想让舒林交出他父亲案件的证据, 但却不知道用什么来威胁舒林, 同学给了智佑一份文件, 文件是可以证明舒林伪造身份的证据, 智佑想用这个来威胁舒林, 舒林却不把这个当回事, 智佑又说他可以让之前他父亲的案件重新调查, 因为他就是目击者和人证,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金部长也在现场, 舒林害怕自己因为金部长受牵连, 他直接把证据交给了智佑, 看到视频内容后, 智佑确定了最大嫌疑人是编部长, 智佑带上浩找到了编部长, 上浩二话不说就打了编部长一拳, 编部长得知视频内容有他之后, 紧接着播放起了一段录音, 内容就是刘会长让他害死智佑父亲的证据, 智佑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要想扳倒刘会长, 就得找到刘会长建造的秘密资金的账簿, 而这本账簿正好在江宇手中, 上浩和智佑劝江宇交出账簿, 结果被淑琳偷听到, 淑琳顿时慌了, 因为这个账簿暴露的话, 他基本上也完了, 淑琳直接把这件事告诉了刘会长, 刘会长立即让江宇把账簿拿出来, 他要重新找人保管, 但江宇却不愿交出账簿, 淑琳打算直接把账簿 从江宇保险柜里偷出来, 就在即将得手的时候, 被江宇撞入的阵子, 但秘密账簿还是被淑琳抢先一步偷走了, 这又只能改变方向, 从编部长开始调查, 他们打算先询问金部长, 因为金部长是跟着编部长醉酒的人, 淑琳觉得这是个除掉编部长的好机会, 于是就把当年替编部长办事的人, 介绍给了江宇, 他们拿到了对编部长不利的证据, 刘会长看到证据后顿时火冒三丈, 原来编部长就是为了集团财产, 才在他身边待了几十年, 编部长眼看瞒不住了, 竟直接想把刘会长置于死地, 好在智佑及时发现保住了刘会长的性命, 淑琳又知道了一个让他崩溃的真相, 原来五年前编部长是想毁掉智佑, 结果把淑琳错任成智佑了, 淑琳又把这一切怪在了智佑头上, 他情绪激动的找到智佑, 把真相说了出来, 智佑也觉得难以置信, 他突然对淑琳产生了愧疚之情, 淑琳让智佑别再干扰他的计划, 他要先解决边部长和刘会长, 然后再和智佑算账, 但智佑也不可能就此停下, 淑琳和智佑有了共同的敌人, 智佑突然发现刘会长脖子上有伤痕, 通过监控发现了边部长的所作所为, 江宇直接愤怒的把边部长叫醒了一顿, 边部长见形势不妙直接逃跑了, 本以为这次可以把边部长彻底击垮, 结果江宇的姐姐却被冲昏了头脑, 觉得是江宇故意诬陷边部长, 直接帮边部长把监控证据偷了出来, 淑琳为了掌握边部长的把柄, 也让金部长把善号收集的证据偷了过来, 结果刚好被边部长撞见, 对边部长不利的证据又回到了他手中, 他以为拿下茂盛集团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刘会长醒了过来, 并且找律师拟定好了衣注, 再这样下去淑琳一点好处都得不到, 他想直接把刘会长弄死, 结果刚好被智佑撞见, 就这样淑琳发现了刘会长醒来的事, 他决定悄悄把刘会长转移, 逼迫刘会长签下了任职书, 然后直接召开了股东大会, 他想用这个任职书拿下会长的位置, 可接下来智佑的话, 直接让淑琳和边部长的希望破灭, 因为真正能代表继承者的并不是任职书, 而是刘会长早已准备好的黄金钥匙, 淑琳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边部长不打算就此罢休, 他想直接把江宇手中的黄金钥匙偷过来, 结果刚好被江宇发现, 边部长无所顾忌的和江宇撕破了脸, 因为他觉得玫瑰会站在他那边, 但是他们的争吵内容都被玫瑰听见, 玫瑰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整整几十年, 他决定要狠狠的报复边部长, 玫瑰故意说要帮边部长偷来黄金钥匙, 淑琳在刘会长的药物里放入了追踪器, 然后故意让医生把药给金部长, 很快就找到了刘会长的位置, 而边部长此时正拿着假的黄金钥匙, 在举行会长上任一试, 这时玫瑰直接说出了黄金钥匙是假的, 边部长和淑琳还想狡辩, 接下来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淑琳推着刘会长走了进来, 燕部长和淑琳的谎言不攻自拓, 淑琳直接被警察逮捕, 淑琳想逃却被智佑拦了下来, 淑琳只好躲进了厕所, 还觉得有人可以救他, 但智佑直接带着保镖出现, 让淑琳的希望彻底破灭, 智佑并没有直接把淑琳送进警局, 而是让淑琳放弃不属于他的一切, 离开这个家, 但淑琳还是执迷不悟, 他觉得他手握秘密账簿, 就有可以谈条件的资格, 所以淑琳依旧厚脸皮的赖在江宇家, 刘会长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诚心向智佑的父亲道歉, 并且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淑琳也想通了, 想把秘密账簿交给智佑, 让智佑完成对刘会长的复仇, 但当他看到星儿喊妈妈, 不是冲着他, 而是冲着智佑跑去的时候, 他又开始不平衡了, 原来是江宇的妈妈无意间说漏了嘴, 告诉了星儿智佑才是他的妈妈, 智佑为了减轻星儿的负担, 就告诉星儿他和淑琳都是他的妈妈, 但淑琳其他的都能做出让步, 唯独孩子这一点不行, 淑琳打算和智佑争夺孩子, 智佑给过淑琳机会, 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 他不会再对淑琳手下留情了, 智佑决定正式提起诉讼, 用法律把自己的孩子抢回来, 淑琳也不打算坐以待地, 他直接拿秘密账簿威胁刘会长, 但淑琳却直接表示要替刘会长顶罪, 却自首秘密账簿的是, 淑琳只能求编部长把证据给他, 但编部长却提出了救他出去的条件, 淑琳表面搭定了这个条件, 背地里却想用编部长的证据换集团股份, 但他不知道的是, 股份的转让书是假的, 好不容易拿到的证据也落入了智佑手中, 淑琳还没从上当的事缓过神来, 又碰到了更让他崩溃的事, 智佑为了顺利得到心儿的抚养权, 找到了当时的护士和淑琳之前的同伙, 有这两个证人出庭作证的话, 淑琳赢得概率不足5%, 第一次调解智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但淑琳还是不愿就此放弃, 智佑直接在第二次调解的时候, 拿出了福子这张王牌, 福子在法官面前, 把当年偷走智佑孩子的事都坦白了, 淑琳怎么都想不到会被自己的妈妈举报, 法官劝淑琳直接放弃, 因为淑琳一点胜算都没有, 再继续走到诉讼环节的话, 淑琳将会面临坐牢, 可淑琳还是不愿放弃, 边部长说出了他最后的王牌, 就是之前从善昊内抢来的证据, 淑琳想找出证据, 结果却被善昊提前一步拿走, 善昊直接把有用的证据全部销毁了, 就在淑琳束手无策的时候, 他又找到了一个可利用的把柄, 因为一个大的投资商只任编部长, 所以淑琳想用这一点, 让刘会长把编部长救出来, 刘会长一眼就识破了淑琳的把戏, 但他决定将计就计, 因为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 所以他要亲手把编部长和淑琳解决, 这样才算是对智佑的赎罪, 编部长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绑走了淑琳, 他以刘会长的名义抢走了淑琳手里的秘密账簿, 淑琳唯一的把柄也没了, 就在淑琳无计可施的时候, 他意外偷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沐浴, 原来江宇不是刘会长的亲生儿子, 淑琳偷偷潜入刘会长的房间, 拿到了刘会长的头发, 他想用这个去做亲子鉴定, 然后把江宇毁掉, 鉴定结果是江宇和刘会长没有血缘关系, 淑琳故意找到智佑, 他告诉智佑, 他会在江宇最接近成功的时候把江宇毁掉, 然后淑琳就拿着鉴定报告约见了江宇的妈妈, 引导江宇妈妈承认了这件事, 在江宇举行会长上任仪式当天, 淑琳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布了这个秘密, 江宇和刘会长都觉得淑琳是伪造鉴定报告, 想做最后的挣扎, 淑琳早已料到这一步, 直接播放起了江宇妈妈承认的录音, 淑琳以为这样就能把江宇毁掉, 但他并不知道他这样做, 只会让他自己陷入危机, 因为这个举动干扰了编部长的计划, 编部长想找人把淑琳做掉, 好在金部长及时发现, 又一次救了淑琳一命, 淑琳知道编部长的意图后, 也不打算再留情面了, 他直接联系记者, 把编部长的所作所为全报了出来, 编部长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 直接求江宇放过他, 想把一切的罪行推到淑琳头上, 这又知道淑琳现在被逼上了绝境, 他想直接让淑琳签下放弃心儿的协议, 否则他会以诱拐的罪名告发淑琳, 淑琳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 但他还是不愿放弃心儿, 编部长故意约淑琳见面, 目的就是为了做掉淑琳, 淑琳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他想直接先下手撞死编部长, 可福子却冲出来挡住了淑琳的车, 看到福子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淑琳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被仇恨蒙蔽了, 最后他选择了自首, 在警方面前承认了自己的所有罪行, 刘会长安静的离世后, 编部长知道一切都完了, 他想带着现金逃跑, 结果却被刘会长安排的人直接做掉, 原来刘会长生前早已安排好, 只要他一去世, 就做掉编部长, 智佑和江宇历经坎坷, 终于走到了一起, 和馨儿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淑琳则是在监狱里接受社友的特殊关照。